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燃气管道工程的 燃气管道呢 里边走的当然是燃气的 这个燃气啊 它是以可燃气体为主的 这种混合气体燃料 那么城镇里边燃气啊 是指这个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 供给给居民生活 公共建筑和工业企业生产 做燃料用的一个公用性的燃气 那么燃气都包括什么 主要包括人工的煤气 什么做饭用的吧 天然气 还有液化石油气 那这三种下列属于燃气的是 多旋气 人工煤气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那么这个管道啊 根据用途的分类啊 有长距离书气管道 还有城市燃气管道 我们主要是研究城市燃气管道 对吧 那么根据辐射方式管道 怎么辐射啊 还是传统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地下辐射的 老在地下 因为它容易爆炸了是吧 害怕 那么有没有架空辐射的特殊情况 当然也有啊 在管道通过障碍的时候 或者在工厂区 我们为了管理维修方面 有的时候也采用架空辐射 当然最常用的 还是用地下的一个辐射啊 那么燃气管道里边是有压力的 那么燃气管道设计压力不同 那么对它的安装质量啊 检验要求也不尽相同 燃气管道按照压力分为不同的等级 因为管粗管细 什么管 它是什么用途的 它里边这个管道这个介质的压力不同 它分为低压中压次高压和高压 那么其中中压次高压和高压 又分为AB两个等级 那么低压就没有了 这个表很重要 有的时候案例里边给你几个压力等级 问你它属于哪一个 告诉你压力多少高 怕呢问你属于哪一个压力等级 你知道答案就是二分 是吧 那么低压呢是小于0.01 照怕的这就叫低压的 那么中压呢是大于0.01小于等于0.4 我们计0.4 那么次高压的A呢是 1.6 高压呢就大于1.6的就行了 其实这个最常用的就是这个0.4 照怕小于等于0.4 照怕的就是中压 分为A和B A和B之间又是取的 这个表反正你仔细的 你得把它研究下来 一定要研究下来 这个表很重要 那么通常用什么样的管材呢 次高压也就是大于0.4 照怕的燃气管道 一般我们都是钢管啊 往上都用钢管 那么中压的燃气管道呢 我们一采用钢管或者铸链管都行 低压管道 呃在城市里边 现在越多的 我们用的就是一种巨烯的管材 当然它不是绝对的啊 有的时候现在的时候 这中压的管道 有的时候也用巨烯管材 因为巨烯管材呃 性能比较好 随着技术不断的提升 它能够满足要求 那你这个教材有一定的滞后性 那我们现在用的话 呃很多也都是用了一种巨烯管材 啊 技术它用了一个管材 呃 第三个 为什么要根据输气压力来给它分级呢 是因为啊 燃气管道的严密性 与其他管道来相比呢 有特别严格的一个要求 啊 因为燃气燃气嘛 它有可燃性的气体 对吧 那么如果一旦发生渗路了 可能会导致火灾 爆炸 中毒 或者是其他的事物 那燃气管道中压力的越高 里边压力越高啊 那管道接头脱开 或者管道本身出现裂缝 它就可能像个危险率越大吧 所以说当燃气 呃管道内的这个燃气压力不同 对材质 安装的质量 检验的标准和英雄管理的要求 都是不同的啊 那么中亚B和中亚A的管道 必须通过区域的调压站 用户专用调压站 才能给城市分配管网中的低压和中亚管道供气 或者是才能给工厂企业大线工程建筑物 啊 还有这个咕噜房供气就中亚B和中亚A 它是从这个次高压转化过来的 所以说一定要经过调压站 一般由城市高压的B燃气管道 构成大城市输配管网系统的外环网 那么高压B燃气管道也是 大城市供给的主动卖 高压B 是这个啊 那么高压A呢 那通常就是最顶级的就是贯穿省啊 或者地区啊连接城市的成熟管线 比如西西东苏 但是管道比较粗压力比较高 对吧 高压A 这掌握到这就行了 你看16年考了 大城市收配管网系统 外环网的燃气管道压力 一般为什么 一般就是高压B 那高压A呢是省级的 对吧 中压A和中压B呢 他没说 他就是必须经过调压站 用户专用调压站 才能给城市分配管网上的低压和中压 供气 这个你得知道啊 有一点选择题考到这了 这个等级啊 后边还会涉及到 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啊 我们要掌握一下 第二个就是燃气管道的施工艺安装了 基本规定 燃气管道对接安装引起的误差 不得大于三度 否则呢 要设置弯管 次高压燃气管道的弯管 应该考虑盲板力 什么叫盲板力 管道打弯的 那管道从这气过来之后 在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冲击力 导致你拐弯了 是吧 它有一个惯性嘛 盲板力就是管道内的高压流体 在弯管处对弯管 弊外的一个作用力 那么在压力管道设计中啊 弯弯管这个盲板力的确定 尤其是对这个高压呀 超高压的这种天然气管道 关系到管道安全运行的问题 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考虑什么盲板力选择 其他的一看嘛 不看 然后管道与建筑物构筑基础 或者相机管道之间的水平和垂直进去 给了那么多表 我们基本上不计 背不下来呀 真考怎么办 给他 寄不下来啊 他有一定那个安全距离 那如果无法满足这个安全距离 应该将管道设于管道沟 或者是刚性的套管 保护设施中 保护起来呀 那么套管两端 应该用柔性的密封材料来封毒 是不是老生常常这个问题了 那么保护设施 两端 伸出障碍物 且与被跨越障碍物间的距离 不影响于0.5米选择 这都是赤漏漏干货 不用说别的啊 那燃气管道埋设的最小附属厚度是多少 啥叫附属厚度啊 这是管 这是管点 从这一直到这个地面 这个高度就叫管道的附属厚度 记得我说附属厚度这个概念 我们在图讯案例里边会考你的 那么如果这个燃气管道埋设在车型倒下的时候 就不得小于0.9米 最少最少都能小于0.9米 那埋设在飞车型倒下呢 也不得小于0.6米 埋设在机动车不能到达的地方 压根也不能到啊 那不得小于0.3米 如果埋设在水田下的时候 不得小于0.8米 好了 这就是一个选择或者是判断 地下人机管道 不宜与其他管道或电缆通过辐射 当需要通过辐射 必须采取一些个保护防护的一个措施 好了 第二个穿越的规定 这又是重度之中烤燃气啊 基本上就是属于笔烤 注意了地下人机管道 不得从建筑物和大型过渡物下面穿越 说我从这个楼底下穿个管道 不行 写办法绕改 卖一张了 你楼扎飞的咋办 地下人机管道 不得在堆积 一燃 一爆材料和具有腐蚀性 液体的场地下面 穿越 也不行 这两个是绝对不能穿越的 参考 那么地下人机管道 穿过排水管啊 一些热力管沟啊 综合管网啊 隧道啊 其他用途的这个沟权的时候 那你可以穿越 但是你要把这个燃机管道 辐射于套路管内 再进行一场保护 因为它必然一爆 套路管两端 密封材料 引由柔性的防腐防水材料来 密封又涉及到密封了 注意啊 一会我们做选择题 考你 第三个 燃机管道 如果我们穿越铁路啊 高速公路啊 电车轨道啊 城镇主干道 是应该符合哪些规定啊 穿越几种啊 两种 一种 两种 三种 四种 一共是穿越四种 那么穿越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时候 一和二的时候呢 它这个燃机管道啊 应该在外边加一个套管 提高绝缘防腐措施 那我问你 穿越铁路和高速公路加套管 外边加一个套管 那么在穿越电车轨道和城镇主干道 不需要套管的吗 也需要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编 你看他第三条的说 我先把第三条拿出来啊 他说燃机管道 穿越电车轨道和城镇主干道是 也要辐射的套管 或者是地沟内 其实一样呢 你就记住了 穿越这四种都要加套管 这是第一条第三条给我们的信息 那么第二条 什么意思啊 那么穿越铁路的燃机管道的套管 应该符合哪些要求 这个套管 其实一般情况下 就属于用这种钢管或者是混定图管 先进几个管 然后在管里边 我再辐射一个燃机管道 就这意思 那么套管 没事 神都注意了 今年有变化了 套管顶部 距离铁路路间 不得小于1.7米 原来呢 他是从这套管到这顶面 是1.2米 现在变成1.7米 今年如果出选择题的话 你会不会选上 那么这个套管 应该有钢管 或者是钢筋混准图管 那套管的内径 一定要比燃气管道的外径 要大 100毫米以上 要不然你咋套啊 套不进去啊 是吧 套管的两端 以燃气管的阶细 这么 阶细吗 两端这个阶细 外边套管 里边是人气管道管 那应该用柔性的防腐 防水材料 来进行一个密封 其中一端 要安装 减漏管 他减漏管 设一个减漏管 看你漏不漏啊 对吧 如果真的是漏了的话 我这边能检测出来 因为你是燃气嘛 那套管的端部 距路低 坡角外距离 不应小于2米 在哪呢 这是坡角 这套管要探出来 2米 重重之重啊 这是关于穿越铁路的 那穿越高速公路呢 电车轨道呢 城市主干道呢 也是家套管 他说了 那这个套管有哪些要求啊 把这三个 二三四 放在一起说了 说这个套管 套管内劲比燃气管 外劲大 一百毫米上 一样嘛 一样 套管或地区两段 一样 一样嘛 一样 然后 装结了碗 一样嘛 一样 那为啥不放在一起说呢 套管端木 注意这块不一样 就电车 边轨 不小于2米 跟拿那个铁路的坡角一样 就道路边缘 不小于1米 燃气管道 以垂直 穿越铁路 高速公路 电车轨道和城镇 最好是垂直啊 那穿越高铁 电气管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时 应采取防止 砸伞 电流 腐蚀的措施 并确保有效 那这个是新增加的 采取什么措施 那他高铁 电气化的 这种都是在电的 那么我们就往电流身上靠吧 是吧 这个 重要啊 我们做个题吧 2021年 一个真题 20年真题啊 在采取套管保护的措施前提下 地下人机管道可以穿越什么样的地方 加气站 首先你一燃一爆的这个 场所就压根就不可能让你去穿越 不管你采不采取措施 商场行吗 商场不属于大型建筑物人员密集对吗 从底穿完给人崩飞了呢 高速公路你可以穿对吗 铁路你可以穿 化工厂也不可以穿 大型建筑物 公主物都不让你穿啊 所以说可以穿高速公路和铁路 是不是考这个题啊 2011年 第二次就管道不得穿越 热电厂肯定不让你穿的 雨水口无所谓 花园 街心花园无所谓 加油站不让你穿越 化工原料库 不让你穿越 对吧 14年 穿越铁路的燃气管道 已经在套管上装设什么 简漏管 是吧 简单 就这样这个考法 那么第三个就是燃气管道通过河流 燃气管道我要跨越河流的时候咋办呢 要么我们从河底下穿越 要么呢我们用管桥跨越的形式 什么叫管桥下跨越 那你行车都给你做一个桥呢 我这管过去 给我管做一个桥行吗 我旗下边这个图不就管桥吗 走车吗 不走车 给你架起来 当条件允许的时候 可以利用道路桥梁跨越河流 符合要求就别再单独修一个桥了 是吧 利用道路桥梁跨越河流的这个燃气管道 其管道的输出压力不应大于0.4兆帕 0.4兆帕是不是中亚以下呀 你看0.4兆帕就问你哪个等级 你就不知道了 中亚A嘛 对吧 如果你能随着道路或者桥梁 铺射过去了 你就别单独的架个桥了 跨越河流的时候 是吧 如果当燃气管道随桥辐射 或者采用管桥跨越河流时 采取一个安全的防护措施 燃气管道 如果你随着桥辐射 你看我这这个嘛 就一个桥 我在边上 我把打上支架点就得了 那你一定要征得 桥梁管理部门的同意 让你跨越你跨越 你说我就在这里挂上就得了 那不行 而且不光同意 还要采取一个措施 什么 你辐射于桥梁的燃气管道 应用无缝 加厚的这个无缝钢管 或者是焊接钢管 尽量减少航风 而且对所有的寒门进行百分之百的超声检测 射线检测 一点比例都不能低 因为你是比较危险的 跨越桥梁 跨越通航河流的燃气管道 管底的标高 应负责通航净空的要求 管家外侧也设置护装 你别我这一过船 把你给挂掉了 标高的符合要求 保证他通航 那么在确定管道位置时 应与随桥辐射的其他可燃管道 保持一定的间距 管道必须设置必要的补偿和减震的措施 别爆裂了 过河架空的管道 如果过去之后向下弯 扎下去的时候 那么水平夹角意为45度 对管道应该做较高等级的防腐保护 对于采用阴急保护的埋地钢管 与随桥管道之间设绝缘装置 这是随桥铺设 那么不随桥铺设 那你就从河底船呗 从河底下 从河底下走没事 那么你从河底下走 你这个事务方 你从小孩走 正在桥梁管理部门同意 从河底下走 你要征求河道管理部门 或者水利管理部门的审查批论 从底下 我开过这个管道 我就买过去是吧 那么工程开工的时候 用在辐射管道位置的 两侧水铁 各50米的距离处 设设设计个警戒标志 那么燃气管道 已采用钢管 在河底下走的时候 那么对汉缩里 百分之百超程检测 百分之百射线检测 那么在河底 如果漏在河底里面 也要有一定的附属深度 到河底 是吧 根据工程等级 和水流的冲刷条件来确定 那不通航的河流 不应小于 远点无语 通航的河流 不应小于 一米 还要考虑输军和 通宝的深度 那么怎么样 保证管在河底稳定啊 我们要稳定 稳管措施 应该根据计算来确定 而且要在埋设 燃气管道位置的河流 两岸的上下游 要设立标志 这都是干货 燃气管道 这基本上考 它就是考虑险 考不出别的钱 这节课 聚聚都是干货 你看一五年 关于燃气管道的 施工说法 错误的是 燃气管道不得 采用水平 地上断施工 发施工 可以吗 可以啊 所以说 A你是错误了 穿越铁路的人气管道 应加外套管 对吗 对 中亚B 燃气管道 可利用道路桥梁 跨越河流 首先你要知道 中亚B 它是多大压力的 小于等于0.2兆帕的 那么我们说 水域桥的话 利用道路桥梁的话 要小于等于0.4 那它可以吗 可以 燃气管道 水桥辅射时 采用脚高的防腐等级 对 辅射于桥梁上的燃气管道 然后采用后壁管 可适当降低 汉缝的碳上比例不行 必须都是百分之百 是吧 A和E是错误了 15年 这个二级起来是有难度的 随降辐射 燃气管道的疏通压力 不应大于0.4兆帕不应大于0.4 中亚 是吧 辅射于桥梁上的燃气管道 用加厚的 钢管或焊接钢管 尽量减少汉缝 就汉缝经 多少个无损太长 百分之百 点 到了 那么第四个 我们燃气管道的 非开挖 辅射 那就相当于咱们前面讲过的 不开槽 常用的非开挖辐射这个管道 有水平定向钻 顶管 航管 对吧 非开挖的前面讲过 那么这个课我们就先讲 就水平定向钻 我们知道这个原理了 水平定向钻 就是指 用水平定向钻机 控向的仪器档 按照预先设计的轨迹 进行导向孔钻机 先钻过去 然后往回扩孔 在这个流行锤似的 然后再把管 拉回来 其实啊 我们正常 平时施工的时候 一边往回回托 一边扩孔 后面这个管 跟着就拽回来了 其实呢 是分三道工具 先钻一个孔 然后往回扩孔 扩完孔之后再回去 过去接应 再把管再给拉回来 其实是分三步 我们施工中 其实就是转过去之后 这边一边扩孔 一边就把管 就在扩孔后面 保护着就给它拽回来了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一般要求 我们看看三 钻机的设备进场前 进行维护调试 钻机设备进场后 对设备 包括这个钻具啊 仪器啊 一个验收啊 检验设备 应该在标定的检验期内 才行 那么施工铺设 这个管材 焊接或者容器 因为它是钢管 或者是PE管嘛 钢管就是焊接 PE管就是热绒 或者电绒 对吧 要按实力要求执行 检测可格了 我才能往回拖呀 那么螺旋钢管 这个焊接 我们要焊接完 进行外观检验 和射线检测 行了才往回拖 那PE管呢 我们禁止将SDR值 不同的管材进行焊接 SDR值就是 壁后不同的 那PE管热绒翻边 宽度值不应超过拼击值 这副二 让进行外观检验 合格了行 那么电像钻 不宜选择在 历史层 这个铺管 不适用嘛 这个说到 不开槽施工技术的 一个适用范围 那么你 进行电像钻 跨越道路的话 一定要经过 道路管理部门的一个 同意 那么导向孔 钻进轨迹的时空设计 你看这个图就知道了 你注意了 理想装在下 这个电像钻这个轨迹 就是先斜着下来 一个直线段 然后曲线段 然后水平直线段 然后再来个曲线段 然后再斜直线段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轨迹 会判断 那么钻进 第一个 钻导向孔 这边是钻机 先把这个导向孔 从这边钻 从这边除来 露出头来 这是第一步吧 这叫钻 导向孔 当然我们是可以控制 它方向的 用机器设备 探测仪器 对吧 那第二个呢 就是往回扩扩 到这边来了 把这个流行锤啊 这个扩孔器 高速旋转 往来喷泥浆 往回转 先把这个 引导着它往回转啊 对吧 导向孔 实用完成后 根据代铺管线的管件 选择扩孔 那为啥扩孔 扩孔 管拉不回来啊 将孔径扩大至能够容纳所有不设生产管线大小的要求 最终扩孔直径大小 根据地层条件和生产管道的类型来确定 实践表明 扩孔不是做越大越好啊 根据装孔的孔径管道的曲律半径 吐伸条件 设备能力扩孔 可一次完成 或者多次完成 把这个孔 给扩出来 往回回托 是吧 对吧 那么管线 回托时候 我们往喷泥浆 喷完之后 回托回去 孔心疼了之后 我们要一次或多次的清孔 清除孔内的 拧砸 避免导致使用失败 那第三步 再回去 干啥呀 接行这个管 再把这个管给它 拉回来 回托管道 其实 第二步第三步 我们都连上做了 实际上 你要知道它是分为三步的 就可以了 那么导向钻尼 扩孔回托 我们要向里边注入一个泥浆 那泥浆有啥作用 一边钻 一边扩孔 一边喷泥浆 是吧 多数地上钻 用泥浆 作为钻尼液 钻尼液可以冷却 润滑钻头 软化地层 辅助破碎地层 调整钻尼方向 鞋带 碎屑 稳定孔壁 回托和托管时 润滑管道 还可以在 钻机应力措施 为泥浆马达 提供动力 这是我补充的 在前面我们也讲过 有一年考试 人考你这个泥浆 是什么作用 第五个 出现什么情况 必须停止作业 一些个 异常情况 设备损坏了 工作井变形了 轨迹发生变化了 什么扭转 扭矩 回托力突变 或者拉断了 踏闯缩口了 钢管外边给拽坏了 遇到一些个 意外的地点变化了 临近的建筑物管线 发生这个 背景量 超出预计风值的 好了 我们就 这个 非开挖这个定向钻 去了解一下就行了 其实你读一下就行了 我们下一回再说 这个夯管 然后燃气管网的 辅助设备 安装要点 以及它的 功能性实验